大龄妈妈小兰通过几年努力,才终于在三十二岁那年通过试管怀上宝宝,她的一个同事怀了七个多月倒产了,最终孩子生下来身体没发育好,在暖乡里住了两个多月,也还是在三个多月的时候腰折了。 所以小兰自从怀上孕就万倍小心,肩膀也不赶上了,天天呆在家养胎,生怕有什么闪失让孩子早产,每次的产检也准时去做,都挺正常,她这才稍放了心,可就是她移植后九个月的一天,她突然感觉向身好像有尿液流出来。 这么怎么回事,你要世界了吗?她急忙赶到,医生检查后说,已经破水了,你马上就要生了。 不会吧?小兰表示不相信,不是说十月怀开吗?才九个月就生,那不是早产吗? 医生才问了她的移植时间后九,你已经三十九周多,已经足月了,现在生出来的孩子健康得很,不是早产呢? 结果,小兰当天就生下来了一个健康的男孩,到底多少周才算足月了? 医生告诉她,不是十个月,也不是四十周,在临床上,怀孕三十七周至四十二周的都可称为足月。 孕周是从怀孕前的最后一次月经的第一天开始算的,但是管离职的又不一样,一般把离职日往前推十四天为末次月经的第一天。 根据这个时间来推算孕周和孕产期,而孕产期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区间,很少有孕妇在孕产期的当天生产,从末次月经开始算起,到三十七周的时候,就已经足月了。 要时刻准备着生产了,当孕妈出现以下症状时就要引起注意了。 一、破水。 在孕乃期,如果感觉有尿液要流出来的感觉,就有可能是破水了,因为孕期本来就存在着尿瓶,有很多人还以为是尿事件。 这时可以用羊水试制测一下,如果是羊水,一定要抬高腿,并马上去。 宝宝一般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出生。 二、洞红。 如果在孕后期发现有月经样的感觉,也就是临产的先兆。 但洞红不会生得那么快,有的洞红后几天才生。 发现洞红后孕妈还有时间在家好好洗个头洗个澡,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月要洗就难了。 三、宫缩。 宫缩分两种情况,如果是断断续续的,不规律的,可能只是假性宫缩。 在孕买期经常会出现,但如果是很规律的宫缩,表现在疼一阵,斜一阵,又疼一阵,这就要引起注意了。 规律公所开始,表示公口即将打开,必须去代产。 总之,月妈怀个孩子不容易,如果在月晚期出现了上面的情况,一定不能掉以轻心,要马上去,准备迎接宝宝的到来。 你的宝宝是怀孕多少周生的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